据BBC报道,随着冬季即将来临,人们都在盼望能尽早供暖,然而将来,人们的网上活动就能帮助供暖。 BBC记者艾琳·比巴·艾琳·比巴日前访问瑞典时,亲眼见证了一个雄心勃勃,有利可图的新绿色能源项目。 云端是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你在Instagram上发布的照片,在Facebook页面上发布的生日祝福,以及在Netflix上播放的电视节目,都不是突兀出现的。 它们被保存在大量服务器上,而且所有服务器都被安置在巨大仓库中,互相连接在一起,很少有人冒险进入这些数据中心。 但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比巴进入了这样的信息迷工,发现它们不仅仅是托管数据的地方,这些数据中心所提供的全部热量,可以帮助这座拥有90多万人口的城市空暖。 那么,瑞典是如何做到的呢? 它能否为全球科技行业创造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些数据中心中徘徊,你会注意到几件事,空气凉爽而干燥,没有任何基层。 成牌的服务器塔被成千上万闪烁的灯光所覆盖,几乎看不到人。 透过天花板和可移动地板看到的每个地方,都有大量的电来通向各个方向。 但更重要的是,这里真的很吵,这是因为电脑在运行中会变热,而且需要很多风扇来保持足够低的温度,以确保它们正常工作。 想象一下你的笔记本电脑所产生的热量,只是在整个仓库中散发热量,可能是它的成千上万倍,毕竟这里有成千上万台电脑互相连接,并在不停地运转以完成复杂的任务。 最主要的降温方式包括提供冷水,利用风扇吹凉空气以及吸收热空气等,这些热量通常被弹作废物处理掉。 但实际上,热量也是一种能量,这就是为什么瑞典决定用它来为民众供热的理由。 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探索如何利用数据中心的废气热量作为额外能源在斯德哥尔摩,这个项目被称为斯德哥尔摩数据公园。 它由市政府,福尔德罗米当地公认和制冷机构,以及其他机构合作运营,斯德哥尔摩的各大数据中心都参与进来,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通过加强气候意识提高声誉,并通过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赚钱,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最近,爱立信和服装零售连锁店HM运营的数据中心也都加入了这个项目。 在斯德哥尔摩的大部分时间里,数据公园项目是这样运作的,冷水通过管道流入数据中心,在那里被用来制造冷空气,以防服务器过热,经过冷却过程加热的水在流回管道中,进入到佛德罗米的工厂里,并在分散为众多住宅供热。 瑞典并不是唯一一个尝试这个想法的国家,在芬兰等地的小规模项目中,也存在类似试验。 自去年以来,芬兰的某个数据中心散发的热量始终被用来为小城住宅供暖,而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法国,也有类似的项目,只是瑞典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规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实验。 瑞典制冷和供热机构Votum刚刚开放了新的供热设备,它可以帮助家庭供暖。 斯德哥尔摩数据公园,预计到2018年,将产生足够的热量,为2500套住宅公寓供暖,但其长期目标是到2035年,满足斯德哥尔摩全部供暖需求的10%,瑞典数据中心在全国推广类似斯德哥尔摩数据公园项目宣称,只需要产生10兆瓦能源, 就可以满足2万套现代化住宅的供暖序取,而Facebook的数据中心通常会消耗120兆瓦能量。 加入斯德哥尔摩这个项目的主要动机原子财务好处,这些数据中心可以卖掉它们的费系热量。 同时,Votum还为它们提供了免费的冷水,在其数据中心支持移动游戏应用和其他云计算软件的公司Inchartion。 相关成本效益分析显示前景良好,为此它们正在建立全新的热捕捉设施。 公司业务拓展主管马克斯尼尔斯哈尼·纳斯·尼尔森说,这不是慈善。 相反,该公司北欧分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班克·Betterbank表示, 我们正试图将其转变为一项二级业务。 尽管如此,Inchartion仍在与任何想在斯德哥尔摩开店的数据中心公开分享他们的新商业模式工程计划, 在被问及为何要公开自己的竞争优势时,班克强调了瑞典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态度。 他说,还有其他比竞争更大的目标,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目标, 如果我能够保护更高的一城,并能继续维持生意,我就应该这么做。 如果我能够吸引其他企业到来,我就应该这样做。 然后我才会与之竞争,毕竟,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 不满电缆的数据中心散发大量热量,这些热量被用来为家庭供暖。 瑞典一直以来都支持这样的绿色能源理念, 斯德哥尔摩城市气候经理Bjorn Hilton表示, 这是因为这个国家几乎没有自然资源。 他说,我们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化石资源,我们没有油井或煤矿, 世界能源理事会的数据显示, 目前瑞典有2057座水电站,占其能源使用总量的40%, 剩下的大部分能源来自核电,但目前正在逐步被淘汰。 此外,瑞典还有火力发电站,其所需煤炭是从俄罗斯进口来的, 它将在未来五年内被淘汰,也可能在2020年。 这个国家希望到2040年能完全避免使用化石燃料。 瑞典向来以零废物著称,该国居民回收超过99%的家庭垃圾, 只有3%最终被扔进了垃圾填埋场。 瑞典燃烧了大约70%的垃圾用以生产能源, 并从邻国进口垃圾,以帮助实现焚烧垃圾满足能源需求的目标。 也就是说,瑞典人并不是世界上最环保的能源使用者, 这个头衔属于冰岛, 该国86%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资源。 尽管在天气状况良好的情况下, 瑞典在某些日子里可以完全避免使用化石燃料。 由于风车可以产生大量能源, 瑞典邻国丹麦也可经常避免使用化石燃料。 事实上,丹麦还把过剩能源卖给邻国, 数据中心连接着计算机网络, 允许我们使用互联网和基于云计算平台的服务。 但是,